當天早上下我旋 晚上跟我說 恭喜成交 賣掉台積電 結果他就長得更高 二座劇吳欣緹 忍同賣台積電 一日買房賀成交 現在我的家還是 一模一樣 空蕩蕩的狀態 新買二座劇之吻女主吳欣緹 31歲買下人生第一間房 僅是因為算命 我其實看了 算是一年多 而且我是很迷信 其實去年就很想買 然後也有看到喜歡的 可是真的是想了三四天之後 就會被買中 去年想買但沒有買的原因是 因為我有去算命 然後算命老師跟我說 去年我不能買房 今年才可以 可是我覺得應該就是緣分 說不定就真的是 這件才是最適合我的 他還說了一個很恐怖的 他說如果今年 自己一個人 出國旅行 會客死他鄉 超恐怖 原本有計畫要一個人旅行 直接取消 就不敢 太可怕了 我覺得我腦波真的很弱 他就有提到說 那你要不要嫌下我旋 不然的話 會不會像上次一樣 有點可惜 然後 就當天早上 下我旋 晚上 跟我說 恭喜成交 我就嚇到 說 恭喜成交 什麼買到了 好不真實喔 賺一千六百萬 小坪數小豪宅 沒想到一日喝成交 趕緊抽頭起 你的話都是自己出嗎 對 全部 壓力就是很大 我每天打開我所有的 有現金流的地方 我都打開看 喔 股票這存過有存幾張 然後這個 有買什麼 儲蓄寫 然後那個 銀行帳戶還有多少錢 我就是一直重複確定 好 我真的可以繳這個房貸 我才賣的 賣掉台積電了 賣台積電 結果他就漲到更高 幾塊買的 六百 買房是四月 我是幾百多買的 早知道就在等下了 但誰知道 一張然後賣掉了 所以現在就沒了 好難過喔 那存股咧 你有存幾支 那有十幾張 沒有固定買其中一個 就有金融股 或者是 ETF 就是那種沒有什麼 太大波動的東西 非常的裝潢費用 然後也讓無心替 挨挨揚 設計是報完的 價錢 跟我原本想像中的 有落差 因為我只有要裝潢食品 是只有客廳跟房間 然後是一百 多 因為我可能我也不清楚 現在的裝潢是多少錢 突然一百多 我就 一百多也太多了吧 我就覺得心好累喔 為什麼那麼貴啊 到底貴在什麼東西 還在談 我還是想要抓50到70 還有可以運用的現金嗎 還是有啦 沒有全部用掉 因為現在有些人 要買完 空空 不行不行 但我會怕 全部用掉 我肯定是焦慮到一個爆炸 就會沒辦法好好生活 所以我還是有先 那個 評估一下自己的分配